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民航时宜 菠菜鸡蛋是我们生活中最常吃的菜类 营养呢,极其丰富 那一般都是用来凉拌或者炒着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菠菜鸡蛋不一样的新吃法 不炒不凉拌,做法简单又营养 出锅可以当主食来吃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鸡蛋放一旁备用 跟着把菠菜老的部分或者有烂的叶子摘掉不要 然后,用剪姿把根部剪掉不要 根部比较脏,非常难清洗 所以呢,这里我们就不要了 处理好之后,放入盆中 撒入少许的小苏打 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晃动,使小苏打溶解开 放一旁,浸泡五分钟左右 接下来,准备一碗面粉倒入碗中 加一勺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搅拌均匀 然后从中间分开 一半用凉水和面 一半用开水烫面 用冷烫水来和面呢 这样做出来的面是比较柔软筋道 把它们搅拌成这种棉絮状 加一勺油 下手揉成面团 再移到面板上 面板上涂抹一层油 这样可以防粘 好好地揉一会儿 把它揉成这种 不粘手的面团就可以 然后准备一个碗 刷一层油 再把面团放进去 表面也刷一层油 盖上保鲜膜 放一旁,行着备用 接着,准备几朵新鲜香菇 把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 锅中加入清水 盖上盖子 把它烧开 接着 把浸泡好的菠菜清洗干净 换水 给它多清洗几遍 这个时候 锅中水已经烧开了 加一勺油 把香菇倒进去 焯水三分钟 把香菇煮熟 煮熟后 捞出来 放入凉白开中 接着,再把菠菜放入开水中 焯一下水 这样可以去一去菠菜里面的草酸 焯水一分钟的时间 捞出来 放入盘中 放入盘中 同样过一下凉水 然后挤一下水分 放到菜板上 香菇以挤干水分放上去 然后把菠菜切碎 然后把菠菜切碎 香菇切碎 全部切好之后 装入碗中 再准备小葱和香菜 把它们切碎 加入小葱和香菜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切好 装入碗中 接着 准备一个火腿肠 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 装入碗中 接下来 准备一包方便面 用擀面杖 把它擀碎 加入方便面呢 吃起来 别有一番风味 然后倒入碗中 接下来 准备两个鸡蛋 将它倒入碗中 用筷子 搅拌散开 再淋入馅料中 淋入鸡蛋液 这样做出来的馅料 吃起来 更加的鲜美 这里要是喜欢吃虾皮的 也可以放一点虾皮 跟着调个味 加一勺胡椒粉 一勺五香粉 一勺盐 一勺香油 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里其他的调料 就不用加了 这样吃着 才比较健康美味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这个时候 将饧好的面取出来 放面板上 不用揉面 直接整理成长条 再分成等份小面剂 取一个面剂 揉成小面团 再用擀面杖 把它擀成长方形的面片 像这样就可以了 吭着 倒两勺馅料 放在面片的一头 像视频中这样 给它包起来 再继续放一层馅料 这样做出来的饼呢 层次丰富 馅料充足 整理一下 像这样一个小饼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之后 锅中刷上一层油 把卷好的饼放进去 盖上盖子 小火慢煎三分钟 三分钟后 给它翻一个面 继续煎至金黄 把饼煎至全部金黄 我们在煎饼的时候 要多给它翻几次面 这样饼呢 会受热更均匀 熟的也更透 像这样就可以 每一个都金黄金黄的 看着就食欲满满 用同样的方法 把其他几个全部煎好 装入盘中 美味的菠菜鸡蛋饼 就这样做好了 外皮金黄酥脆 里面的馅料吃起来 鲜香味美 营养丰富 一次吃两个都吃不够 非常的好吃 尤其是家里面的小孩 可喜欢这样吃辣 我们可以用来当主食 或者是搭配一杯豆浆 粥等等 都非常的美味 切开看看 里面的馅料充足 闻着 真的是太香辣 皮薄现大 这样做出来的饼皮 就算放凉了 也不会变硬 里面的馅料呢 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 来随意搭配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是小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